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受到真话诅咒的一个男人 孩子很小,但是烦恼很大 他的老爸是一个鬼话连篇的大骗子 并且还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律师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从他口中说出来的全部都是对的 靠着这张憔嘴,他打赢了很多场官司 那套鬼话也用在自己最亲近人的身上 终于他的报应就要到来 废奇虽然说已经三十多岁 也有一个五岁的儿子 可他一点都不稳重 甚至还有点不靠谱 带着五岁的儿子去看摔跤比赛 一点都没有考虑到 这是否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奥黛丽实在难以认识 每天疯疯活活选择离婚 废奇看到前妻的新男友 将醋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点身世愤怒都没有 他很怕节里抢抖他的妻子 再抢走他的孩子 废奇是一个工作狂 时间对于他来说 这些海绵里的水积极总会有的 和儿子的约定总是毫不在意 他带着儿子直奔办公室 废奇的人员似乎还不错 这全部都依赖于他谎话连篇 其实他还是看不起 比自己弱的人 对待同事总是两副面孔 撒谎成性的他 对待案子毫无原则 不惜应用各种手段 达到自己的目的 看到工作就两眼放光 甚至都不记得孩子的生日 接到新案子的他 沉迷于其中无法自拔 就连儿子的生日礼物 也是助理买来的 好在助理的礼物 深受孩子的喜欢 这是一副棒球手套 可现在废奇根本就没有时间 去和孩子玩 只能将亲子互动时间 退到生日之后 废奇的许诺 只不过是他敷衍的借口 麦克斯也早已见怪不怪了 只能自己安慰自己 失落的心情 跟陆奇截然不同的是 杰里完全以家庭为中心 和麦克斯看上去更像是父子 会陪他一起玩 给他庆祝生日 显然 废奇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他再这样下去 会彻底失去麦克斯 废奇的诉讼方案 得到雇主客太太的赞赏 他颠倒黑白的能力 堪称一流 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 让他在离婚诉讼中处于优势 他甚至可以化身为妇联主任 为无不弱小的女性讨回公道 拯救一切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女性 柯太太也被他洗脑成功 三观也有了颠覆性的改变 原本还回要歉意的柯太 也化身为正义之神 一定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奥黛丽在家 为麦克斯举办了盛大的生日排队 尽管只有小丑叔叔的助长 朋友们的陪伴 但麦克斯依旧开心不起来 没有爸爸的陪伴始终是一种缺憾 奥黛丽也十分明确地拒绝了 和杰利一起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的提议 他都是为了麦克斯 只有废齐的陪伴 才能让他获得真正的快乐 他不想疏远孩子和父亲之间的情感 杰利也有些急功近利 以为自己能够取代废齐 自从离了婚 废齐的家庭意识越来越弱 尽管他很爱麦克斯 但是工作更加重要 儿子的生日 他都明目张胆地爽约 就这样 麦克斯度过了一个极其难忘的生日 没有父亲祝福的生日 失论的麦克斯 学下了希望废齐不要再撒谎的愿望 这个对于麦克斯来说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 而对于废齐来说 就像是一个诅咒 他不能够控制地说出了真话 这也把废齐自己吓了一跳 要知道 自他记事以来就没有说过真话 废齐为自己说的第一句真话 而苦恼了一个晚上 自己想想都觉得可笑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可接下来的事情 他再也笑不起来了 他直不住开始说实话 甚至自己都难以控制 还被新联的邻居当成了流氓 他匆匆忙忙赶到法庭 极其困难地控制自己的一言一行 这让他的行为更加的奇怪 还摆出了迪迦奥特曼的经典动作 难道他也是奥特曼的小谜弟吗 最糟糕的还不是不停地讲真话 而是他一句假话都说不出来 其实他手脚病用 都很难从嘴里冒出一个单词 废弃不受控制地向辩方做鬼脸吐舌头 幼稚的像一个孩子 他们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律师能够做出的行为 这样的举动成功地激怒了对方律师 这一下废弃可没有好果子吃了 法庭上废弃一个字都说不出 想请求法官咽吼开庭 给出的理由是不能说谎 这在法官那里根本就通不过 废弃没有办法提出和对方和解 但被洗脑成功的柯泰根本就不想和解 自认为他是受害者 一定要得到对方的一半财产 在废弃极力的控制下 他还是不能违背真话 在法庭上颠刺道私 提出和解的是他 不同意的也是他 诉讼一结束就冲出了法院 他说真话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一天之间得罪了事务所的所有人 他不仅不能说谎也不能写 一支蓝色的笔 无论他怎样努力都不能写出红色 只能以事实为依据 不能做出任何违背常理的事情 他几乎就要发狂 空之不住地想要说出真话 答应儿子的事情再次爽约 这次他的理由倒是十分真诚 可在奥黛利看来 只不过是又一次推脱的借口 看着儿子奢弱的背影 他难过极了 或许是时候给麦克斯找一位新父亲了 愿意关心他 爱护他 工作没有那么忙的父亲 奥黛利答应了杰丽的求婚 然后带着儿子离开 这遭到废弃的强烈反对 他可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彻底离开自己 他必须阻止这些气 他可不想成为孤家寡人 他尽量避免和任何人交流 匆匆忙忙离开办公室 由于开车过猛 被警察盯上 结果他一字不杀地说出自己犯了七项教规 交警还是头一次遇到如此诚实的人 他受到不小的震惊 费奇感到奥黛利那里又迟到了 狼狈的他还要求奥黛利去帮他交罚款 费奇现在的情绪尤其阴情不定 他十分气愤奥黛利离开自己 奥黛利也是忍无可忍 再也没有比费奇更糟糕的父亲了 在实话的所说之下 他终于意识到他是一个糟糕的后亲 他总是将工作排在第一位 亲情和爱情总是无条件的让步 他请求奥黛利再次给他一个机会 尽管奥黛利很是生气 但他还是心软了 他决定再次给他一个机会 六点整必须出现在儿子的面前 还告诉他 麦克斯的生日愿望就是不让父亲说谎 让费奇顿时毛色顿开 原来自己这一天的怪异行为 全部都是因为儿子的愿望 他在这一天里绝对不能说谎 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 急忙去解决 这是他第一次在板盲之中来看儿子 费奇告诉好儿子 他的愿望成真了 但是这个不撒谎的愿望 对于费奇来说就是一个诅咒 他的人生就是用谎言堆砌起来的 没有谎言 他的世界就会崩塌 他寻寻善友的让麦克斯取消这个愿望 最终麦克斯还是同意了 费奇在公园里被麦克斯补过了五岁生日 麦克斯愁眉苦脸的吹面了蜡烛 费奇迫不及待去尝试愿望有没有成真 结果挨了别人一个大嘴巴子 这个愿望是费奇逼他许下的 不是真心的 所以他并不会实现 麦克斯也终于说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撒谎的父亲会让他伤心 事情没有解决和儿子的关系也越来越差 只让费奇更加的焦躁 这真是说谎一时爽事后两行累 伤害亲人牵绊为大罗神仙也难救 秘书难以忍受怪伤死 潇洒的离开了 事业手足夹心无望 现在的费奇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同时又收到老板的账户 把他带到合作后班那里 他的嘴上没有把门 直接讽刺老头子表里不一 原本觉得死定了费奇 没想到这些西装格里的家伙们更在乎面子 将这些实话当作一种笑话来听 费奇越说越激动 引得所有人哄堂大笑 这真是一种讽刺 实话变成了笑话 越是身居高位的人越不喜欢实话 甚至将这些话当成笑话 他们活在由谎言堆砌起来的世界里 谎言越多 他们的位置就越高 一点半准时开庭 但是费奇一点都不兴奋 甚至将这一切当作无法摆脱的负担 他都不知道 只能说真话的自己该如何辩护 只能用喝水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紧张 对方律师拿出了柯太太出轨的铁证 轮到费奇辩护时 先前喝的水起的作用 让法官不得不休停 费奇又开启了自虐模式 将自己打得鼻青脸肿 被警察抬上了法庭 法官提去费奇 暂且休息 费奇开心地要跳起来 但法官接下来的话 让他陷入了绝望 他不得不如实回答 自己能够再次出庭 下一次 他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办法来避开庭审 他绝望地探倒在法庭的门口 活着得像一个乞丐 再次开庭 紧张到开始就要手指 完全不像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壮师 他硬着头皮将证人请上来 他的发问就要快发疯了 轻而易举地就让证人 承认了自己和柯太太的关系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 他突发奇想 请求柯太作为第二个证人上场 他开始对柯太太身世 跑根问题 柯太太当庭承认 自己谎报年龄 他结婚的时候才只有17岁 按照法律规定 未成年人只有在监护人同意之下 才能签订合约 也就是说 柯太和柯先生签订的婚前协议 完全不作数 柯太太按照法律规定 得到柯先生的一半财产 废奇出乎意料 帮柯太打赢这场官司 可柯太太含药作药 还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仅仅是为了多得到一份离婚财产 庭审结束 他看到一个深爱孩子的父亲 孤独无助的样子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就是错的 他拨得一个好父亲 拥有孩子的权利 废奇想尽办法改变这一切 但是已经于事无补 他公然藐视公堂被监禁 再一次放了麦克斯的鸽子 废奇陷入千所未有的绝境 他即将就要失去自己的儿子 好在他的秘书及时出现 将他保释出来 因为他一系列荒谬的举动 被公司解雇 这也让他如释重负 他再也不用撒谎 他爱他的儿子 他要阻止儿子离开他 发疯似的跑去机场 但还是晚了一步 奥黛丽和麦克斯 还是坐上了飞机前往博士顿 废奇突发起降 开着登机梯追上飞机 而废奇也确实追上了 他的速度甚至超过了飞机 并以高车的技术 逼停了飞机 不过悲剧很快就发生了 由于废奇太专注于追赶飞机 与前方的障碍物相撞 一瞬间飞进了行李车里 好在他的意识还算清醒 他对儿子学下最真诚的诺言 他会好好地陪伴孩子 不再让他伤心 不再让他孤独地等待 他也不会再撒谎 会做一个最真诚的爸爸 不是因为愿望 而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一年之后 在麦克斯六岁的生日上 废奇和奥黛丽 一起给麦克斯庆祝生日 而废奇和奥黛丽 也再次相爱 一家人又快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金凯瑞的 经典喜剧电影《大话王》 通过一个撒谎镜 让我们明白了 谎言或许能够带来 一些虚诡的辉煌 但永远带不来真情 乔车如荒难成真 推散祖四的勤不倒 脚踏实地说真话 天长地久的真情风 这是一部非常温馨 勇猛的电影 老油条我是分推荐本片 好了 明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